八月的风 吹散了我心中 那无可奈何的情绪变得潦草 凡无探倒 击滚毛草 那孩子 灯火烦化 舒静恰我几滚毛草 这瓶握口感舌燥却难可无可救药 到底为何我们录得如此困境 百分次聊 怎么收场 复杂的心情如同乌云 极像的梦 细雨一样的梦 寒风刺骨的黑夜如何度过 这难道是一种折磨 不敢如此生活本应该 那天下万劫的学者可以开眼欢笑 相互讨教这怒号 只不提他们的咆哮 给不听好 读书的人本该是天下栋梁 新国质量 温柔车中 随着心怀 穿着爆笑的情 错误的追随道变成我战斗的危机 保天下代平 承受过情 寒交迫 接地过天灾人祸 错误的梦囊都不会让梦囊 带里的热血陨落 但他们把笑过天下口气人大 踏着那会越变成现实 不再是一句话 所以我整理好心情 告诉他们内心的想法 读书人仰义被危险 对这一切暴殷天下 我相信安得挂杀千万件终究不是神话 我叫Evie 危险 抵梦 危马 我叫Evie 危险 抵梦 危马 我叫Evie 危险来用 来实现我的梦 跌着不安的心情读书 为后人不好道路 那一天总会到来 所以不能放弃 危惧 不能关于 接到危险完就快一句 希望会伤化浪漫 坚固烟雄云散 就算草物被寻漫 我也死而无和 不是 班长 师哥什么时候来 再等一会儿吧 等不了了 我现在就去找小培 一同 一同 说你急什么 不是我急 能不急吗 小培一个人在树林里 越急越乱 那难道我们就在这儿等到天亮吗 师哥 你来了 你们就这样把培认芝给丢了 师兄 有什么话 等找到培认芝之后再说 我现在就进山去找他 你把手电筒给我 师兄 拧人进去太危险了 我们跟你一起进去 对 对 快把手电筒给我 培认芝随时有可能回来 师兄 给我 师兄 师兄 注意安全 一定要顺利地给师哥找到 然后平平安安地回来 冬雪吧 一定回来 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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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吧 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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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志 听到你出事了 我真的很担心你 真的吗 真的 在悠悠沉沉溺满的地方 师兄你知道吗 我上大学之前 一直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又聪明又努力 但是我考上兵华大学建筑系以后 才发现原来自己是那么的卑微和渺小 别人都羡慕我考上兵华大学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 你越来越没有自信 越来越找不到自己 直到你的出现 遇见了你 我就像尘埃里开出的花朵 找到了自己 用勇气重拾梦想 用人入奔腾的河 如果爱需要梦一场 就让家茶香青春 我会一直跟着你 抄向那浩瀚无垠的天际线 在海阔天空自由的翱翔 如果爱需要梦一场 就让他穿上洁白的衣裳 在那条同望远的天际 单从外形上看呢 我的建筑结合了苏州园林 与云南传统的建筑特点 我希望我的民宿设计 不局限于外部的改造 更多的是让游客有一种家的温暖 我希望所有来到这里住下的人 都可以融入当地的生活 感受当地的饮食生活文化 可以吃饭 看书 下棋和会课 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 都有一种冰至如归的感觉 好 我们已经看过所有同学的方案了 同学们在设计改造时 不断追求文化传承 时代创新 这些都非常好 但我想提醒你们 在实际中 建筑不是被设计出来的 也要是能够给人好好来使用的 建筑不是一次性的设计 而是需要有人好好地去经营它 纵观所有方案 我认为刘薇薇同学的方案 实现了实用性与美学的完美结合 经过慎重考虑 我们认为刘薇薇为本次作业的第一名 同时成为农艺文化公司的实习生 好 好 带我一起 好 下课 任之 你留下 我先走了 我搭你的 拜拜 明明作品收到了好评 你却只得了第九名 心里很受打击吧 我其实也非常喜欢你的思想和理念 但是在学习过程当中 我更希望你能够尝试更多的方法 因为作为建筑师啊 你不知道你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任务 所以说加油吧 好的 谢谢老师 老师再见 再见 那老师 我的作业能拍第几啊 不错不错 不是 不错是第几啊 老师 师兄 任之 你今天看起来不一样 谢谢 走吧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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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错 保持住 非常舒适 谢谢 谢谢 走 走 走 哎 你不渴吗 刚晕得完不能喝冰的 啊 刚晕完的冬季要叠整齐 下回用的才要找知道吗 放这儿呢 你什么时候也变得婆婆吗 他也不会是被前递担任的啊 我有吗 我才没有受血炎影响呢 早把它给忘了 谁说是血炎了 刚晕得完喝冰水不好 喝这个 啊 这不都一样吗 不一样啊 唉 行吧 毛巾给我 好 怎么 都一样 你不要这样随便乱放东西 下次会找不到的 要别好别整齐知道吗 是是是 记住了 给你 呀 好球啊 我再去打会儿啊 去吧 好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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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去打会儿啊 去吧 好球啊 走走走走 上上上上 走 快 好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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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呢 把中国的古典元素 用到现代的设计里才是最深入人心的 我们要在这个现代里呢 更加深入的来去建造这种有美感的建筑 好 说得好 好 谢谢 这种特殊的承重结构 没有出色的空间感和构图能力 根本设计不出来 小培 请收下我对你的敬仰 谢谢 我觉得啊 我们K家小组的微信群 改成培认知的夸夸群 不至于这么夸张 你再多夸两句飘了呢 那 其他的我们就下一课再讨论 好 谢谢大家 来 小培 给 你要的票 谢谢 那张 这不是咱们俩去看吗 你一张 我一张 这是我跟齿世兄要去看的 那我给你了 谢谢 我又闻到了恋爱的酸臭味啊 小培 开心哦 别难受啊 小黄 你一张 小培 你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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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 你一张 你一张 接三 接三 怎么了 你现在得跟我走一趟 不行 我今天下午没空 不 导演那边临时缺了个演员 我一时口快就给答应了 柯川一会儿就行 你就当帮帮我 行吧 但我五点前必须要走 没问题 现在就走 陪着你是加油 师兄 今天是第一次约会 一定不能搞砸了 喂 师兄 任志 对不起啊 我可能要晚一点才能够过来 出什么事了吗 也没有什么 就是有些工作没有办法推掉 没关系 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情了呢 那我等你吧 你不用等我了 我现在不太决定工作结束的时间 你先进去 这样的话我错过的内容 你才能讲给我听啊 好 那我就先进去 然后讲给你听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 我工作一结束 就马上赶过来 好 那我先进去了 好 好 喂 任志 我到了 我在表演厅里面等你 好吧 好 好 一会儿见 行 晚上人好少啊 今天晚饭吃饱了 我想回去的时候 要不要再买点夜宵什么呢 嗯 好啊 笑什么呀 哎呦 你看你 你现在从上到下 散发的气场都不一样 明白吗 你现在从上到下 明明次你还有防止眼吧 其实 从小到大 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做好规划 那些我觉得不能掌握的 可能会失败的 我就算放弃也不会去做 和她 真的是我第一次没有规划好的事情 所以你看 这不就 失败了吗 我觉得吧 感情这种事情 是不能用成功或者是失败去衡量的 因为我觉得 跟爱情相比 面子一点都不重要 其实啊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只不过 尝试了一次之后就知道了 所以我决定了 以后 我再也不会做规划以外的事情了 哎呀 好了 不难说 我没有没有没有 不难说 不难说 你不要这么存天理灭人瑜了 好难 赶紧回去吧 对 我忘了 你还不洗头呢 你忘了 我忘了我只洗个流海怎么可呀 我忘了我只洗个流海怎么可呀 笑 你不洗个流海 你不行 你没洗过 你怎么害了 我怕我 你怎么不洗啊 我做得到 你不洗脱了 你不洗脱了 我怎么洗脱了 你不洗脱了 我没洗脱了 你不洗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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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洗脱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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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志 刚才我谈的是 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爱的纪念 我想 把这存当为我们的第一次约会 我喜欢这个约会 那就好 我本来担心你不喜欢这个 还准备了方案二 是什么方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这个 没敢吃 陪你知 我是不会让你抢走杰森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他 哇塞 他没看起来 在照片上还要卸 我怎么没这个好运呀 你们听说过齿我飞吗 听说过 听说他还是个富二代 听说他长得还挺帅的 齿同学你好 我是小培学姐的师弟 你好 听说你是SE的继承人 还是个演员 谁告诉你们的 校园论堂上 有很多你的帖子 这人跟长相啊 还真没太大关系 只要能勾得上SE的继承人 这就够了 是吧 你说我怎么就没有 这么好的命啊 是啊 干嘛 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你们这种只想嫁入豪门的人 根本不可能好命 怎么 发现你朋友帮上SE继承人 麻雀变凤凤凤凰 想踢他出头 从他身上捞点好处 我这是听了个笑话嘛 我们家裴裴呢 就算是没有齿若飞 她也是个凤凰 你们三个小家桥在这儿酸手 你算了 别跟他计较 陈人之 齿若飞是SE的继承人 这你不是不知道吧 和你谈恋爱 只不过是图一时的新鲜 很快就会甩你的 嗯 只有我们家曼妮 才能配得上齿若飞 她是有钱好 女生追着倒贴 去去去去去 会不会说话 我闭上你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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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跟过来了 认知 雨似在心中无数淡蓝色的 回忆中起舞 留住你呼而响动 时而往昔 凌乱的脚步 这一床约会入水争游荡 那天边外的星星在跳荡 似一朵朦胧般的幻影 有两扇心 来 你听那风儿轻轻微微诉说 千万的解雾 想留住她的眼中 一抹浓浓浓浓 给你买的 在幽幽潺潺瀰漫的地方 谁不经一般模糊了方向 那遥远的阶级线牵引着青春泪光 我没有骗你 只是没有告诉你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 如果爱需要梦一场 就让她的 já让她的情人 就让她插上青春泪 就像那浩瀚无影的天际线 是不是 海阔天空曾经领逢 我认识 我们俩 你就是建筑师 你就是演员 你就是李冬雨 你就是文艺 要不是我一直追着你 你会跟我骄傲吗 你对我有感情吗 你的宏伟蓝图里根本就没有我 这才是你不说的原因吧 好 你现在心情不好 我们以后再聊 还有以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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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那风儿轻轻微微诉说 千万等解答 这样 想留住他眼中 一抹浓浓浓 金色的眼睛 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聊 请不吝点 在悠悠潺潺溺满的地方 谁不禁一半模糊了方向 那遥远的天际 一线牵引着青春美光 如果爱死你 如果爱死你 在悠悠潺溺的气舞 留住你呼而向动 时而往昔 凌乱的脚步 这一床约会 如水争游荡 那天别外的星星在跳荡 似一朵朵 似一朵朦朦朧般的幻影 有两山西方 你听那风儿轻轻微微诉说 千万等解答 想留住他 想留住他那眼中 一抹浓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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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 在悠悠潺溺满的地方 谁不禁一半模糊了方向 那遥远的天际线 那遥远的天际线 牵引着青春美光 如果爱需要梦一场 就让他插上青春的翅膀 嘲笑那浩瀚无垠的天际线 在海阔天空自由的翱翔 如果爱需要梦一场 就让他穿上洁白的衣裳 在那条通往云端的天际线 牵起着青春的影响 中文字幕终于是学长的欧帅 。 感谢观看